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微博上 有一些武漢市民終於忍不住 要冒險把武漢的實際情況反映出來 不過這些貼文很快就遭到微博管理員的清除 究竟他們說了什麼 我們逐一去看看 首先有個網名叫樹先生的人 他是這麼說的 關於他父親病毒性肺炎 在1月9日出現不適 發燒 低熱不退 去到武漢新華醫院治療 拍了CT 抽血 查出是已知病毒 顯示肺部有陰影 醫治了三天以後就沒有一點好轉 在無辦法下轉到武漢童製醫院治療 醫院沒有專門發熱門診 進去的病人全部都是發燒病人 人多到就躺到走廊的地上 在同濟醫院所有的檢查都做了 打了兩天針 醫生居然跟他說要回家隔離 就告訴他沒有辦法辦理住院 因為沒有床位 回家後就開始出現喘氣 無法呼吸 這段時間一直發燒 沒有減退 他看見他父親越來越嚴重 就想回去鄉下辦理住院 回到鄉下醫院診斷後 就建議轉院治療 最後送到金銀潭醫院 聽聞這家醫院有北京專家駐場 這位樹先生繼續說 關於他和他媽媽 發熱已經是三天了 做了CT 雙肺感染 打了兩天針 都不見有好轉 現時非常無助 不知道可以去哪裏治療得到 打電話給金銀潭醫院 就告訴他醫院是沒有門診部 沒有辦法幫你打針治療 他說關於武漢肺炎 他覺得有必要把這個情況說出來 當然這個鐵文已經遭到刪除 另一個人叫MAUD121 也是武漢市民 他說他好友的父親 在1月6日入了武漢市的醫院住院治療 用藥多天都沒有好轉 持續發燒 雙肺感染 醫生今天早上已經確診了 就是新型的冠狀病毒 所有病徵都是吻合 但還需要北京過來的專家組 進一步確認 醫院就說這個步驟是很繁瑣的 首先要在院內先進行專家會診 然後再通報區裡面的專家 然後再到市裡面的專家 目前醫院沒有任何治療方案 因為無藥可醫 只能靠病人自身的抵抗力來支撐 他們想轉到金銀潭的衛生疾控中心治療 因為北京派去的專家都在那邊 但因為床位滿了就過不了他 他就說希望各位媒體幫幫忙 武漢市長熱線打了好幾個 答覆都說會催促要走流程 但80多歲的人 不知道還能等他們走多久的流程 這就是另一位武漢市民的見證 到第三個 叫做SUNMER小丑 他怎麼說呢 他說他媽媽52歲 被查出不明原因肺炎 現時在東西湖區人民醫院被隔離治療 院方已經下了病重通知書 他們強烈要求轉到武漢醫療救治中心 接受更好的集中治療 院方就是不肯轉 只是跟他們說 只有器官衰竭上了呼吸機才可以轉 但對於52歲的病人來說 器官衰竭基本上已經是遲了 為什麼現在還有得救治的時候 不肯轉院提供更好的醫療救治呢 一定要等到病情惡化才受到更好的醫療嗎 有一名醫生說到 前日有一名患者跟武漢醫療救治中心的院長很熟 難道一定要有關係才有資格受到更好的醫療條件嗎 有些人就這樣說 最後有些人留言 當然這些就是不見了 被人刪除了 有一名頭不留的人就這樣說 他們說新增病例不准住院 全部統一的口徑就說床位滿了 回家隔離 有人問 為什麼有新增確診病例不准住院呢 所有醫院都說沒有床位 病情得不到穩定的控制 只能夠在家自行隔離 每天就去醫院打針 以上就是截錄至微博的一些貼文和留言 我相信裡頭所記載的內容 都是多多少少反映得到武漢市現時的實際情況 前排特區政府派員去到武漢 考察當地的防控和疫情情況 到底他們有沒有找到一些真實的情況來考察呢 還是純粹整個行程都是接受武漢市當地單位的安排 他叫你去哪裡你就去哪裡 這樣的話你所取得的資訊 當然就是他想你知道的資訊 到底有多少真實的資料可以得到呢 我非常抱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當然他們就說 去考察完之後就發現 這個所謂水產市場 除了售賣水產和禽鳥以外 還包括一些野味 包括竹鼠、蛇、寬、刺蝟等 但有關售賣數量是不明的 這件事已經反映到 當時有些網民去到武漢街市拍出來的照片 是真實的 拍著一隻隻野味混在籠裡 甚至乎有些綠 這些很明顯就是反映到真實情況 因為他們去調查得到 都是有這些存在 不過當地醫院的情況 有沒有好像微博的人說得那麼惡劣呢 到底他們知不知情呢 我相信他們也未必知道 因為他們在考察完成後 回到香港開記者會 都沒有提及到這些惡劣的情況 另外 泰國裡頭也錄得了第二宗確診的個案 就是一名74歲的武漢女子 在星期一的時候 經泰國曼谷的蘇帆立報機場入境 在入境的時候 在機場那裡被篩查 發現到她有異樣 於是乎就送到當地醫院接受隔離的治療 後來就確診了 就是這個武漢肺炎 這就證明得到 泰國當局 他們在這個口岸設立的篩查檢驗 其實是有料到的 他們真的能夠檢查到 有些人原來是確診的病人 好了 回到香港了 到底香港各個口岸的衛生防護人員 到底他們有沒有做好這個把關的工作 似乎真的做得很久留留 為什麼這麼說呢 根據新聞黨的陳家沛所說 他就真的不怕死 他就跑去武漢市 不知道是考察還是什麼 反正他就如常出發去到武漢 他就說 行程最後的一站 就是在深圳用膳以後 經過深圳灣口岸回香港 他原本以為 口岸會有更加深嚴的防控 但現實與他想像中完全不同 深圳灣口岸並沒有像西九龍站或機場一樣 加強衛生檢疫 口岸只有一般的措施 和平常日子沒有分別 這樣的話 就真的非常嚴重 特區政府只懂得搞那些所謂止暴制亂 這些防控的工作 你應該要做得更加好 趁現在香港還未有這個社區爆發的時候 你就馬上要在這些口岸進行篩查檢驗 對於那些可疑的人士 對於那些有病症有症狀的人士 你就要將他來扣查才行 是不是 泰國也做得到 日本也做得到 為什麼唯獨是香港 好像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在口岸 抓到醫院檢查 碰行碰過 包括你那個西九龍站也是廢的 叫來自武漢的遊客自己走一條隊 那些人理會你 就傻了 擺明那條隊的檢查更加嚴謹 更加嚴密 怎麼會有人特地走那裡 大家走一般的通道 那你就沒有了篩檢的作用 一定就是要全部人 都要作出一個同等的檢查 對不對 其他的口岸也是沒有用的 如果只有西九龍高鐵站做 或者是機場那裡做 而其他各個的陸路口岸 就全部都碰行碰過 那你就其實是失去了防疫的意義 你要所有海陸空的口岸 全部都是以同一個標準 來作出這個檢驗才行 泰國這個衛生情況都可以做得到 香港我相信絕對是做得到 如果真的拿正來做 拿緊來做的話 就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九流流 其實陳家沛說這不是說錯的 他就說大陸的高鐵網絡四通八達 每天穿插不同城市便是平常事 除了要特別針對來自武漢的高鐵 和飛機班次以外 其他各個出入境口岸的監測 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就說得不錯 我就不會因人廢言 不過票就肯定不會投給他 那就是特區政府就必須要注意一件事 就來就過年了 這個春運就是大陸的人口的大千勢 非常之容易就會將這些 武漢肺炎有機會惹到周圍 一定要做好這個防疫工作 馬上就要掌握這些措施來做 不要再久留留了 寧願過分擔憂 就好過後知後覺 在社區裡面爆發就非常嚴重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